这个视频我主要想讲讲我们学校的一些特点 就是和中国其他学校不太一样的地方 有它的一些好优点啊 还有一些什么之类的 毕竟我已经在这个学校待了四年多了 就是现在高二相当于是我在这个学校的第五年 那我对这个学校可能有一些东西已经习以为常了 但是呢最近我又想了想 感觉确实有它的我们学校的不一样和就是比较出动的地方 首先先说一下基本的概况吧 我们学校是在海淀区 就是北京的海淀区 它的位置呢 其实是离北京的中心城区稍微有一定距离 就是属于快到就是中心城区的边缘部分吧 所以这个地方呢 就是相对土地资源相对丰富一点 所以而且这个学校最早是就是给军委子弟 就是军队的子弟的创办的学校 所以在这个校园的面积是非常大 也是我想说的我们学校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大 就是我觉得应该在北京市也算是前三大小的学校 或者前五 因为我看了一眼 台湾那边的高中的大小好像相对而言都会小一些 因为台湾的那个还是地方比较小 所以也就是会小一点 但是我们学校还是挺大的 那就先说一下我们学校的教学楼 首先有高中楼和初中楼 这两个楼就是普通的教学楼 初中楼那边大概是有初一到初二 高中楼这边也会有高中的两个年级 然后就是普通的教学楼 这两个教学楼高中楼是有六层 然后顶层七层是教师的休息室 初中楼最高也是五层 顶层六层是初中教师的休息室 当然还有一个教学楼是荣光楼 其实也跟初中楼和高中楼一样 也是就是普通的教学楼 只有教学的这个作用 荣光楼呢 它主要是有初三 就是初中的毕业年级和高中的某一个年级 它是不确定的是在轮流换的 所以就是相当于一个初中年级 一个高中的年级 这三个楼都相当于是有两个年级 然后我们学校一个年级 如果还要是初中的话 可能比有个八九百年 然后高中的话会少一些 只有六百二 所以总共加起来反正是四千多 然后这三个楼比较普通 然后呢之后呢会有艺术楼 艺术楼的话主要是在三层往上都是艺术科 就是艺术科的教室 二层和一层也有一些普通的教学楼 现在这个我们学校在降旗 就是如果要是遇到降旗这种情况的话 你在行走的时候需要停下来 然后呢等着旗降完你才可以走 上学就是的时候如果要是遇到升旗也是这样 就是需要停下来 然后艺术楼的话主要就是艺术科 然后它会和那个国际部那个远处楼 有一个中间的通道 那个通道呢会举办一些讲座之类的活动 有那么一个小的空间 但是主要就是艺术科的所在地 然后在艺术科再往西就是体育馆 体育馆的话总共是有上面是有三层 下面是有两层 实际上上面就相当于是两层 因为游泳馆占了上就是地上的一层和二层 然后三层是篮球馆羽毛球馆和排球 羽毛球馆大概相当于有八块羽毛球场场地 那个篮球馆就是一个标准的篮球场 然后排球场也就是一个标准的排球场 然后负一层和一层二层全部都是游泳馆 所以游泳馆因为它比较高嘛 它还有有泳池里挖的深 然后呢还有它的那个高度 屋顶也会比较高 然后还有一些什么浴室啊 更衣室啊这些 所以它站的面积是挺大的 然后地下二层是有一个比较 比较小的健身房 还有一个乒乓球馆和一个形体房 这就是体育馆了 体育馆说完了以后就是比较有意思的 一个叫远柱楼就是选字于陶渊明的那个 一辰思远柱的那首诗 远柱楼就是相当于是远走远飞嘛 就是高飞的意思 也是就是取得就是希望学生们能够就是进步就是的一个含义 但是呢远柱楼呢它的主体作用是国际部的学生教学的点 所以呢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 就是说远柱楼正好对应的是国际部 国际部不是都是要出国的学生 所以相当于可以理解为远走高飞了 就是这里头的学生将来都不会在中国就读至少 就读大学很多肯定也会在国外生活 我觉得远柱楼呢就比较相对这些建筑就比较现代化了 它的那个整个的装修啊 还是还有教室的那个布局更加的西方化 可能如果以后有机会可以给大家录一段看一看 而且里头有很多更多的一些丰富的设施 比如说远柱楼的一层是剧场 有一个大概能容纳三百三百出头人的一个剧场 分一层和两二层 然后还有一个小型的电影院 就是一个小型电影院 这个还挺有意思的 虽然我也很少去过那个电影院 那个电影院呢 因为它只有固定的时间播一些电影 而且那些电影都比较老 所以我也没怎么看过 但是也挺有意思的 有一个电影院 然后呢还有一个模拟 模拟联合国的教室 不过现在已经没有模拟联合国了 具体是什么原因比较敏感 我可以就不在这个视频里说了 然后呢这是远柱楼的一层 二层的话一般是直升高一的教学所在地 它是唯一一个在国际部 但是不属于国际部学生的那个教学区域 应该是它是属于是普通学生的 我就曾经在那里读了一年 我觉得确实环境还是很不错的 那个教室都会更大一些 更敞亮一些 柜子也很 也大一些 那个整体的那个楼道什么的都会更整 很整洁 然后之后的三层到六层都是属于 国际部的教学楼 其中那个四层那边还有一些中心的活动区啊 还有一个露天的一个 一个不是露天 就是上面是玻璃顶的一个活动区域 也都是挺挺有意思的 挺中富的 然后呢挺现代化的感觉 然后七层的话 七层有国际部他们那边的艺术 艺术课的教室 就是一些他们的歌剧 就是舞剧的那个训练室啊 还有一些乐器的那个教室之类的 然后最有意思的七层是七层的咖啡厅 就是在远柱楼的七层有一个咖啡厅 那个地方的饭 就是卖一些像什么肥牛饭呀 或者像什么汉堡啊 比较西方一些西方化的小吃 还有咖啡和冷饮 就是一些小食 比如说鸡米花 炸的就是这些东西之类的 就是我们偶尔有的时候会去那里吃 也是 我觉得这一点是挺不错的 然后在那个餐厅的外面 是一个露天的 不是露天的 就是也是有一个玻璃顶的一个 相当于是个花园 温室的 温室花园那里头种了一些 相对热带的一些蕨类植物之类的 作物 然后呢 它那个地方呢就是 冬天还是挺温暖的 因为有阳光 但是也有玻璃顶 不会有下雨的问题 也是一个非常适合休息的场所 里有一些这种摇摇椅之类的设置 然后这就是远柱楼 之后呢 就是操场 操场其实没什么可说的 就是我们今年还暑假的时候 还翻新了一下操场 一个400米的 就是常规的一个操场 然后操场的那边 有一个蚌蕾球场 还有一个网球场 然后南边是一小部分停车场 再往北 在操场的北边呢 是一片篮球场 室外的篮球场 大概一定有多少个篮球 相当于多少个标准篮球场 大概有8个或者8到10个 那么一片区域 然后呢 再往再往回来 就是东边呢 是我们学校的食堂 食堂还是我们学的 我们学校的饭 食堂都是非常不错的 食堂分为三层 一层负一 一层一层一层二层 大概每层都会有10到20个窗口 然后每个窗口大概有八种菜品左右 所以如果你要是比较就是想尝比较爱尝试各种菜品的同学 我觉得也是可以让你吃很久才能吃一遍 把所有的菜都吃一遍 而且味道都不错 价格的话基本上很平均都是在16到18人民币 约70到80新台币左右 我觉得还可以 就是价格 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 吃那个特别难吃的 我们小学的那个定制的那个盒饭 当时六年前 五年前就已经到了17块钱 最后涨到 从一年级的10块钱涨到17块钱 但那个饭特别难吃 就是我中午几乎都吃不了几口 然后但是这边的饭呢 我初一的时候 一般普遍价格是14、16 现在大概是16、18这个样子 涨了两块钱 我觉得还可以 所以我们现在呢 这边餐厅有这个普通的学生食尝的三层 三个三层的餐厅 还有刚才说的那个远柱楼的咖啡厅 此外图书馆还有一个咖啡厅 跟那个远柱楼的那个性质差不多 也是一些西食 还有一些比较好吃的菜品 稍微相对贵一点 相当于捐价大概在24人民币 24人民币等多 12成9 110新台币左右的这么一个价格 然后还有一个青食是最近近两年新开的一个就是卖一些三明治之类的一些一个小餐厅 特别小的餐厅 那个餐厅我觉得价格就不太实惠了 一个三明治可能也得要十大几 就是相当于一个普通的饭的一个价格 70到80新台币 而且吃不饱 所以我很少到那吃 嗯 这是那个学生食堂 然后学生食堂往南是那个学生宿舍 我好像听说台湾那边好像没有什么学校的宿舍 但是我们学校还是有一个挺好的环境挺好的一个学生宿舍的 我觉得高中的话住宿会人会多一些 可能会有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人住宿吗 我觉得差不多这个比例 呃就是一个年纪可能有一百多人 四分之一五分之一吧 呃都会住宿 那么住宿的话 一间房间是呃四个人 就是呃四个两个上下铺四个人 然后呢里头也有一些书桌什么的 我曾经进去看过一眼 然后也有独立卫浴 整个环境还是在中学的宿舍里 那绝对是在中国的就是宿舍学中学宿舍里头是很好的 然后最后是图书馆 图书馆有四层 呃一层呢就是一些比较开放性的那种自习的 桌子就是区域还有一些可以举办活动的那种 或者进行讨论的那种封闭式的那种小型的自习室 然后呢 此外还有刚才我说的那个餐厅就是跟远柱楼的那个比较像 都是西式的那种餐厅 然后楼上二层三层就是几乎全都是自习自习室了 有书就是两边是书 然后中间呢有一些书架中间呢是就是普通的桌椅 你可以可以在那里自习 呃环境也是很不错的感觉 呃二层三层的书分别好像是自然科学书籍和人文 方面的书籍好像是这么分类的 然后四层的话会有一些呃 比如说竞赛生啊或者那种比较特殊的那种团体的课程所在地 比如说一些小语种日语啊德语啊俄语西班牙语 好像我们学校有这四个呃多语种 就是第二外语课程 然后呢都是在四层 呃基本上我们学校的所有楼都已经说完了 这就是也差不多就是这些 然后呢还有中间的话会有一个小花园 呃环境也挺不错的 然后呃花园的北边有一个小型的校识馆 就是讲我们学校历史的 当然很少有人进去 就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校识馆 然后之后我觉得我们学校比较有特点的可能是走班这个制度 就是说我们学校没有固定的班级 就是说一般的中学不都是呃 每个学生有一个固定的班级 然后在跟这个班级的所有学生上同样的语文数学英语这些课程 但是我们学校呢实行的是走班制 所以就是说我们的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之类的这些学科的学生都不一样 班级也都不一样 然后呢老师在他的那个教室里头不动 我们每天上课就是比如说语文教室在四层 然后呢英语教室下一节是英语课的话 英语教室在五层 那么我们就从四层到五层到各自的英语教室 所以语文跟我同班的学生数学也不一定 英语也不一定跟我同班 就是这样呢就是我觉得主要是为了就是方便我们学校的分层 我们还有就是不同的学科因为进行选择那么呃就是有点像大学的感觉吧 我再说一下这会儿我说一下分层 就是说我们学校不像一般学校比如说分比科实验班 或者说直接是实验班 就是说这个班里的学生都是综合成绩 就都都加起来比较好的人上一个实验班 然后呢这个班会给配给一些更好的语文数学英语 就是所有学科的老师 我们学校不是这样 我们学校是说比如说你要是数学好 那么你就可以上数学的高层班 就是实验班 然后你如果英语不好 那你可能你可能在数学的高层班 同时你在英语的普通班或者甚至是低层班 就是这样的话就是更方便就是学生的培养了 然后呢也更方便分层 其实很大 我觉得肯定是有很大的程度上是这个原因 这样的话 我们就会就是相当于分科进行考试啊什么的 所以每一科都有高层低层 然后呢如果是语术英的话是分三层高层中层低层 然后呢你经过考试进入就是适合你的一个层级进行学习 其实我们学校的三个层呢 就是一层也会比高考难度高考的高普通高中的要求高一点 当然如果要是三层的话就会比普通中学的要求高一些或者不少 就会拓展很多高考或者高中不要求的东西 那么分班了以后呢 我们不就没有固定的一个班主任了吗 没有固定的班主任的话 我们就负责我们普通的日常生活呀 心理疏导啊 还有一些比如说一些就是校就是学校那种琐碎的那种就是生活之类的一些事情的老师叫导师 就是有点像大学的那种导师的感觉 这个老师呢是我们可以自己选的 选我们就是我们的任客老师 比如说像我我就有主科是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地理 你可以在这六科里头选择其中一科的老师 我选的是地理的老师 所以我在地理导师班 然后还有什么吗 这个就是主科就是这样 就是进行一个分层 这样走班的话也会有一个好处 因为比如说我们有六个选考科目 是物理化学地理 物理化学生物 历史政治地理这六科学科 就是在新高考改革以后 就是两三年前的新高考改革以后 就我们现在是在这六科里头任选三科都可以选择作为你的高考的科目 然后呢原来是只能是 要不就是物理化学生物是理科 要不然就是历史政治和地理是文和 这样的话我们选择就会多一点 比如说像我我就比较选地理 但是呢我又是偏理科方向的学生 所以我就可以选物理化学加上地理 而不是物化生物我就比较一般 然后呢因为走班嘛 所以我们没有固定的班级 所以这样呢也会好安排一下 就是要不然的话 如果要是固定班级的话 那就可能只能是这个班的所有学生 就是采取多数原则 比如说这个班多数选择物理化学生物 那这个班就只能是所有人都选择物理化学生物 这样呢也方便我们进行走班制 也方便了这个选考科目新高考改革下的一个这个班级的设置 然后之后呢 课程有说一些就是选择性的课程 虽然在高二我们已经没有任何这种 就是选择性必修的科目了 但是从高一到初一到高一 我们都有艺术科和那个技术科 艺术科和技术科是选择性必修 其实就相当于比如说高中要选三个学期 如果你都选完了 那你就可以不用再选 就不用再读这个艺术科和技术科 就像我现在就已经都修完了 那么艺术科技术科的话 它的课程也是特别丰富的 比如说技术的话 我知道的有手机APP开发 或者机器人 水下机器人 什么木工 就是做一些吉他 我曾经上过的一个木工课 做了一个游客里里 然后还有中式烹饪 就是烹饪类的 还有各种各样的技术课 还有信息技术编程的课程 我上过的技术课有信息技术编程 主要是用的是Python 然后有中式烹饪 烹饪课 有水下机器人 还有木工 制作了一个游客里里 还有什么课 应该还有些 但是我有点忘了 然后艺术课的话 也是比较丰富 主要分为歌剧 就是戏剧 然后歌唱 就是普通的音乐课 然后还有绘画 绘画摄影 比如说动漫啊 什么影视编导与制作 平面设计这些课 都是我曾经上过的 尤其是动漫 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 用PS制作一些动画之类的 然后摄影 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 然后戏剧的话 就有各种剧 比如说像什么 老舍的茶馆 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之类的 歌就是音乐 基础的话就主要是唱歌 倒没有乐器的 因为乐器这个东西 不是很好学 所以艺术课 但艺术课已经相当丰富了 像别的学校 基本上就是音乐课 然后就是天天在那唱歌啊 什么动漫课啊 什么摄影课啊 这些都不可能出现了 然后是体育课 体育课我们也是 就是可以自己选择 就是体育项目 比如球类有篮球 足球啊 棒楼球啊 网球啊 乒乓球 羽毛球 像 还有像什么 我现在在上的健身课 就是 还有像女生上 拉拉操与健身 就是那个舞蹈的那些课 还有什么 桥牌 射箭 原来还有围棋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围棋 属于体育项目 但现在没有了 还有什么呢 好像还有普通的 就是田径课 就是类型很多样嘛 还有游泳课 皮滑艇课 都挺有意思的 游泳课 我也以后想试一试 就是类型挺多样的 课程说完的话 就是活动 活动的话 其实我们学校就是那种 就是 就是全员参与的活动 不是很多 比如像春游啊 秋游 我们小学 还有开运动会 这种情况好像在我们学校比较少 但是我们学校曾经是有一个游学的 就是我们学校的这个学期是这么分的 一个学期有20周的课嘛 20周的课分为8周加2周加8周 前就是相当于是两个8周是第一学段和第二学段 是学习普通课程的时间 然后呢中间有两个学段是小学段 小学段呢一周应该是用来自习 你可以自己做一些你想做的事情 比如读书啊 当然作业也会很多 所以你不会有太多的那个自由时间 但你可以相对做一些你自己想做的事情 比如说竞赛生可以就去专门打竞赛了 然后你比如说你要是想做一些研究 或者想做一些活动 你可以把时间集中放在这里头去解决 然后呢小学段的另一周 理论上原来都是游学 游学是我们学校就是相当于是全员活动 比较有意思的 这种户外活动的唯一一个活动了 而且规模也比较大 是总共是从周一到周五五天 我们可以选择不同的线路 都是去外省市 当然也有北京线路的 但是大家几乎不会选 就是第一天去从坐高铁 然后到那里一直沿学玩 其实就是玩 玩上五天 周五的下午再回来 回到北京 我曾经去过河南 就是河南游学 郑州 洛阳 这两个城市主要是 然后还去过山西的游学 山西是太原和晋中 这两个城市 还有一些比较有名的线路 比如说苏州杭州 南京苏州 南京镇江 绍兴浙江 绍兴杭州之类的 这些比较有名的线路 还有天津线路 反正线路挺多的 但是因为我们只有高一 初一和初二参加了这个活动 初一上 初一下 初二的上 相当于只有三个学期参加了研学 初二的下学期 就新冠就爆发了 从此以后 我们就再也没有出去玩过 然后游学就已经终止到现在 反正之后也没戏了 因为我们都高二了 原来是高二是没有 就高中都完全都没有游学 当时18年的时候说 高中要有游学了 但是现在我们都高二了 明显这个疫情也没有结束 高二也不会再有游学了 尤其是高三的 课业量太高了 肯定是不可能拿出来 一周两周去游学的 除此之外的活动 比较大型的活动 有狂欢节 这是我们学校 现在目前最大的一个活动 狂欢节的话 我们就是 首先可以穿自己喜欢穿的东西 做一些cosplay 走梯台的一些活动 然后可以进行一些化妆 那一天会 就是会有校技的活动 和校内的活动 反正那个 我记得去年的12月31号 狂欢节是在12月31号 如果要是当天放假的话 就是12月30号 那天有人穿 有男生穿女装 就是来学校的 挺 就挺 挺出奇的 然后呢 大家也都挺开放的 因为我们学校还是很开放的 对这些都是非常开放 但是就是觉得他们很社交 牛逼正 很射牛 然后当天会有一些 就是学校举办的活动 比如说一些什么 刷刷刷机 甚至一些赛车 就那种大型的那种游乐设施 还有一些玩的东西 就是学校会搬到校内 然后呢 就是租赁了一天 然后呢 我们年级之内呢 也会有一些活动 比如说像什么密室啊 都是学生自己制作的一些活动 反正也是很有意思的 一个活动吧 就是我们学校现在最有意思的一个活动 我记得是初一 初一的狂欢节的时候 2018年的12月31号 我们学校还特地造雪来着 就是 就是请来了一个人造 人造雪的一个机器 然后一整晚造雪 造雪了一整晚 然后呢 就是一片广场 我们学校的有一片广场上面 全都是人造雪 还挺好玩的 然后 活动主要就这些吧 然后呢 还有社团活动 这个也是很多的 都是学生自己举办的 有什么歌舞啊 有体育啊 各种方面 还有机器人之类的 但是我没有参加过 就是家长和这个学业这方面 都不会很允许吧 参加的还是相对少数 但是确实有 然后之后的话 我觉得我们学校比较有特点 是校服 这一点还是挺有特点 可以看一下 我现在穿的这个衣服 就是我们的校服 我们校服呢 相对于中国的其他学校 中国的其他的中学的 那个学校的校服 就非常的统一制式 而且非常难看 就是要不就是红色和白色搭配 要不就白色和蓝色搭配这样的 我不知道台湾那边是怎么样 反正就长得非常土 但我们学校的校服呢 就是还是不错的 那个有款式非常多样 颜色也非常多样 都是我们学校自己设计的 然后呢 它的这个材质也非常好 是我们学校的这衣服 是和卡帕这个合作制作 就相当于卡帕负责制作 然后我们学校负责设计和售卖 所以校服也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 我们学校比较有意思的地方 然后我们学校呢 就是校风比较自由 比较开放吧 比如说 我们学校允许谈恋爱 没有说像别的中学 就是严格反对谈恋爱这种事情 反正我在初一的时候 曾经见过有男生女生 就在学校亲姐的 也挺有意思的 然后呢 还有一些就像 我们比如说我们可以带手机啊 在手机管理这方面 也都是比较松的 所以这样也会考验 学生的自主管理能力吧 然后呢每天的自习也会非常非常的多 比如说每天 每天正常是有八节普通课程的话 可能到高二 就是我现在平均每天是有三节都是自习 就相当于将近40%的一个占比 都是自习课 我们学校校风自由呢 也源于前两个校长 一个叫李金初 一个叫李希贵 李金初是从1987年干到2007年 干了整整20年 李希贵是从2008年到2018年 整整10年 这两个老师呢都是 正好也是赶在改革开放以后嘛 他都将我们学校试点为 就是那种作为北京市试点学校 进行了一些比较激进的 那种 就是更开放化的一些改革 我知道的比如说李希贵校长 就是后裔 就是我们前一任校长 刚刚四年前 刚离职退休的那个校长 他就办了一些 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走班制 就是他手下的 就是进行的改革 然后还有就是他 他还是很有名的一个教育家 然后呢 他也支持就是就是男女谈恋爱呀 这些东西 呃都是他就是倡导 呃就是就是在他的那个 治治理下就是我们学校变得越来越开放 呃这也同时导致了我们学校的 发生了一些不太好的事情 也是在2018年 就是他任期的最后一年 呃发生了一些不好的事情 也是因为我们学校 就是整个的从思想上 从老师到学生到制度 都是比较自由开放 其实李希贵就这个校长 他做的改革 其实用一个字形容 就是西化 他就是西方化 他去 他曾经多次去美国的高中 进行考察 所以他基本上就相当于是 照搬了一个西方的制度 到我们学校 大概是这样 所以就是我们学校整体还是非常自由的 就是相对于别的学校 所以你会感觉到 我觉得我们学校感觉很好 就是不但是这不代表 就是整体的中国学校 肯定不是这样的 嗯 我今天就大概说完了 这说了这么长时间 这个也浪费 如果你要是听到现在的话 真的浪费了你很长时间 好那就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